第一只值得留意的股份是騰訊700 騰訊由52週低位297元 曾經一舉反貸到401元 上星期五受微信支付或要剝尼的消息影響 回落到381元 回歸基本面 騰訊將於星期三公佈去年的前年業績 投資者可以聚焦業績表現 和管理籌對未來的前景指引 參考彭博綜合宣章的預測 騰訊2022至2023年 每個盈利增長分別是一成二和兩成 對應PE分別是21.1倍和17.5倍 走勢上星期三突破短期的下降軌 投資者可以等待今星期公佈業績後再部署入場 第二只可以留意的股份是中國建築3311 公司今星期五會公佈業績 但上個月公司有與投資者交流 2022年新訂單指引1600億港元 那年增加一成四 管理層當時說到 由於中國建築預製建築能力強 對推動新訂單增長保持樂觀 一成五新訂單是由無快化集成結構驅動 管理層預期今年的貢獻將會更加大 除了新訂單之外 管理層就2022年扭轉經營現金樓的磁形 是持樂觀態度 走勢上中國建築上星期微跌1.8% 重返去年7月底至今引伸出來上升軌 留意9元以下吸納,上網10元,失手8個銷就要指示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Travelers的TRV 要數今年表現最好的道指成份股 就是傳統股跑出 排第一位的就是石油公司雪特龍 年初至今回報有三成九 大幅跑來其他道指成份股 至於排第二和第三位的就是兩隻金融股 分別就是Travelers和美國運通 Travelers是專注於汽車、加工和商業保險 第四季和去年的業績 無論在保費收入和投資收益都保持同運增長 年初至今回報有15% 求穩定的話Travelers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而且PE只有12倍 是近幾年當中的中低水平 但有一點值得留意 公司的投資收益或較為波動 投資者要注意 請這一點 ROM 真的讓我們一起結束 就 chocolates 我們一起結束 從未到期二 在我們一起結束 碰 喜歡 柔 那 人 通常